女星佩佩近期与家人飞往欧洲旅游 不料她携带的32寸行李箱 以及群里带全都消失不见 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以及一个随行包 索性手机护照钱包等重要物品都在包包内 导游得知此事后傻眼直呼 第一次遇到这么扯的事情 但如果行李箱内有贵重物品 她会尽全力帮忙找回来 不过佩佩却直言 行李箱内装的都是生外物 而且最重要的护照在身边 于是不想麻烦导游 同时也表示 如果让家人一起熬夜找行李的话 想必大家都会非常疲惫 而且也未必能将行李找回来 至于行李弄丢的原因则是因为 众人把行李搬上游览车时 佩佩则是开心的直接上车 直到抵达饭店后才发现 没有自己的行李箱和行李袋 她以为那么多家人总会有人帮她搬行李 没想到大家只有搬了自己的 愿望的佩佩的行李啊